哈喽大家好,我是头上有机脚,大脑会思考的阿牛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期地域省份的题材 有人说过一个规律,名字中带西的省份 或者名字是某某自治区的,往往比较穷或者没有存在感 这么说肯定是有势偏薄的 但阿牛仔细想了想,好像也无力反驳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就不光名字里有西,而且是自治区 广西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省份 隔壁的广东省同样多山,同样沿海 2020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韩国 而广西还比不上菲律宾 作为一个沿海省份,广西的GDP在12个沿海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三 仅强于面积更小的海南和天津 在全国范围内,广西的GDP总量能排在中下游 但如果算人均,则又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倒数第三 广西还是一个被遗忘的省份 请弹幕回答一下,你能在三秒钟内不查资料 说出广西的省会是哪里吗? 阿牛问了问身边的朋友 很多人以为广西的省会是桂林,或者桂林的省会是广西 毫无存在感的省会南宁 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央视的天气预报 同样的还有桂林和柳州 至于剩下的青州、鹤州、河池、丛佐、莱滨、防尘港等11个地级市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些名字 恐怕还要从阿牛这个视频开始 另外,广西还是一个被严重标签化的省份 提到广西人,很多人会想到传销和骗子 广西北海甚至被列入中国两大传销之都 但实际上传销不要本地人的特点 决定了在广西搞传销的往往是外地人 而不是广西人 因为广西的少数民族多 所以朋友同事们会默认广西人都会唱山歌 甚至以为广西人平时说话都用山歌交流 还有就是广西的方言 某音上大热的网红表妹李KK 长相清纯,身材苗条 但一开口就自带模型的发音 让你分分钟忘掉原唱 所以很多外地人以为广西人都是这样讲话的 甚至当你讲出一口自证腔圆的普通话或者粤语时 他们还会怀疑你真的是广西人吗 是的,广西还可能是被全国人民调侃最多的省份 蓝寿香菇曾经是2016年最火的网络用语 人们争相模仿创造 各种衍生段子层出不穷 而他都来源于一个广西男孩 在网络上口述自己的悲痛心情 蓝寿香菇 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不标准 生母勒和勒不分 广西话中科与哥的发音部位 及其发音方法也大体相似 最终成为了全国人民调侃的对象 还有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 甚至成为部分人精神领袖的广西南宁人周立奇 他曾四次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因2012年被捕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等经典语录而走红 网友们因为他当时的发型 与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神似 而被网友戏称为切格瓦拉 如今这位曾多次偷车的大哥 以及新买初语 果然没有继续打工 而是成为了广西某电动车公司的股东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武林红光是秋名山车神的段子 有车的地方就有武林红光 他拉得了货 载得了人 玩得起飘移 跑度过越野 简直就是神车 但很少有人知道 武林红光的总部在广西柳州 这款被调侃为农民车的车型 是国产汽车品牌当之无愧的销量一哥 自上市以来连续9年霸占 中国MPV车型市场的销量冠军 一个省份的发展相对之后 是有各种各样的成因的 但如果一个省份不光发展之后 它的存在感 口碑印象的软实力 也全面落后 在全国人民面前 只剩下被误解的口音和搞笑的段子 那这个地区的发展就一定是不正常的 所以广西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没存在感 又为什么被标签化 甚至成为被调侃的对象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广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错失了30年的发展机会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年12月11日 红旗插上了正南关 宣告广西全境解放 这一天恰逢广西摆设起义20周年 按理说解放后 就可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了 国内很多地方都在恢复生产 发展工业 修建道路 建设学校 但广西不一样 广西的仗还没有打完 当时中南军区的报告指出 1950年整个广西匪情严重 以宜山地区为例 反共武装控制区占55% 活跃区约占13% 中共控制区仅占31.9% 广西连绵起伏的山脉 与形形色色的溶洞 为盗匪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空间 打斗凶狠的民风 又助长了土匪的滋生 广西解放之初 李白留下了一批潜伏势力 与国民党的反动军警特务为主 网络恶霸 灌匪 地主 帮回投资等 吼吓群众 抢劫财物 破坏交通 烧毁村庄 攻打各级人民政府 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搅清匪患 当时人民解放军先集中兵力 肃清了广西大摇山 十万大山 六万大山等重点地区 随后增掉了一个兵团的兵力 进一步进行剿匪运动 从1950年到1951年9月 历时两年共建阅土匪 43.9万余人 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 广西在1952年才完全告别战乱 获得了和平的发展机会 这已经比全国大部分地区晚了两到三年 相当于又打了一场解放战争 随后广西开始在壮族地区 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在1953年全部完成土改 这又比东北地区晚了接近五年 1957年上半年 广西99%的壮族农户都加入了农业社 基本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此时东北和北方的省份 已经建设了一大批工业项目 中国的工业经济体系 最早来自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 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和理论基础 其中的重点又是从苏联和东欧国家 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矿业项目 以及对应的900余个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配套 156项重点项目中 有50个项目是在1950年至1953年确定的 这时候广西还在缴匪 自然与广西无关 1953年确定的第二批的91个项目 依然没有广西的份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新增的15个项目 还是没有广西 15计划全国694个限额以上项目中 广西终于分到了稀少的9项 即桂县糖厂 南宁电厂 西江机械化农厂 陆寨拖拉机站 来宾拖拉机站 老虎林水库 独安至九余公路 金城江至桓江公路 东南至凤城公路 1958年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 毛主席望着远处的两个烟筒 问当时的省长韦国卿 那是什么地方 韦国经回答一个专场 毛主席微微一笑 终于看到了一丝广西工业的气息 之后的1959到1961年 以及1966到1976年 全国经济都发展得磕磕绊绊 广西当然也不能例外 好不容易等到1978年12月 十一件三中全会召开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即将迎来腾飞的阶段 这个时候广西边境又出事了 与中国广西建养的越南 自1975年统一后 国内开始疯狂排华 在边境则挑起武装冲突 打伤边民 推倒戒备 蚕食边境 还撕毁了1958年 越南政府承认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声明 侵占中国南沙群岛 96%以上的岛屿 再起北方蚕食中越边境 再起南方侵略柬埔寨 越南已经对中国周边安全 造成了严重威胁 1979年2月17日 中国边防部队 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 进行自卫还击作战 分为云南省和广西壮竹自治区 两个作战方向 3月5日 新华市宣布 自卫还击效果已经达到 中国边防部队开始撤军 此时越南才宣布 全国总动员令 誓言抵抗到底 3月16日 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国内 回收了此前援助的大量物资 基本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工矿业 胜利完成作战任务 这场离我们最近的战争 虽然仅仅持续了一个月 但对广西人民来说 远远谈不上结束 甚至只能说是开始 不甘心失败的越南 趁我边防主力部队回国 再次侵占边界的部分高地 山头并大袖攻势 我军对越南侵占的据点 进行了打脸作战 并利用和越南作战的机会 将全军各主力部队 纷纷调到边界进行作战锻炼 也就是中叶边境轮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叶边境的战事 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 直到1989年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才终于逐渐结束 保卫祖国南疆牺牲了全国各籍贯省市烈士 于南 广东和广西人数最多 在1300多公里的中叶边境线上 密集地排布着一座座烈士陵园 其中就包括广西的纳坡 近西 龙州 平翔 迷迷和防城 对广西人民来说 为中叶边境战事承担的代价 不光包括烈士的鲜血 还有宝贵的发展机会 1980年 中央在广东和福建沿海 确立了四个沿海经济特区 不包括广西 1988年又新增了海南 广西依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北海 中国大陆海岸线 对西南端的防城港 水宽浪小的天然深水两港 青州都失去了率先发展的机会 进入90年代 广西终于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可以甩开袖子大干一场了 下逢90年代初的南巡封口 广西本可以趁此机会迎头赶上 无奈走出了路 广西北海作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底子薄 起步碗 市容市貌 经济实力和规模大小 都与其他13座沿海城市相去甚远 后来广西选择了一条发展的捷径 房地产 北海在土地资源和政策方面的松动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社会资金 不仅包括附近的四川 湖南 贵州 甚至还有西藏 新疆的投资者 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全国有400多家建筑公司进驻北海 142家甲级规划设计院来此开设分院 这轮房地产热 让当时只有20万人口的北海市 成为与海南 深圳 齐名的房地产热点地区 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 北海的各项经济指标也名列前茅 然而 依托房产经济支撑的繁荣景象 没能持续 并在90年代中期破灭 那个时候 北海市的房价从每平米1万元 一下就跌到四五百元 无数购房者和投机商血本无归 烂尾楼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 北海由此背上了沉重包袱 以烂尾楼为特征的房地产一流问题 长时间影响北海经济发展 此后直到2007年 才被认为逐步回归良性轨道 彻底恢复了元气 同样的例子还有海南 同一时期的海南楼市泡沫 也让海南经济折服了20年 直到近两年 海南自贸港等政策的出台 才让海南经济重新出发 在世纪之交的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外贸驱动下了中国经济 插上腾飞的翅膀 深圳 东莞 义乌等一批 东南沿海省份城市 抓住红利成为世界工厂 而广西的沿海城市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遇上了糟心事 措施发展良机 客观来说 广西发展的相对滞后 并不能全部归因于 前面说的失去的30年 但放眼全国 发展道路如此磕磕绊绊 甚至完美错过发展良机的省份 似乎也只有广西一个 最近一场突然的疫情 袭击了广西摆设 让这个欠发达的西南边随城市 和革命老区勉强进入了 全国人民的视线 摆设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看作广西的缩影 微博热搜满是 谷爱琳的刷屏动态 而摆设疫情依然上不了热搜 并且再一次遭遇了地狱黑 对广西的攻击 物资不足 德宝和摆设政府先后发出 寻求社会捐赠的公告 网络上却在责备 当地没有提前储备防疫物资 真实的原因是摆设真的不富裕 2019年深圳人均GDP 达到20.8万元 摆设为3.4万 这次疫情中心的德宝县 只有2.8万 一个2020年5月9日 才脱贫的县城 工业几乎没有 居民收入靠山区农业和外出打工 又如何富裕得起来呢 况且德宝县距离越南边境 只有16公里 还要负担边境防疫支出 更不用说还赶上了一个 又冷又潮的冬天 摆设真难 广西真难 摆设加油 广西加油 微信关注公众号 按照独裁 获取完整版文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广西 可收到美丽中国 美丽广西艺术试读版 了解拥有壮美十万大山 桂林山水的广西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见